9月14日聯邦法庭公開文件顯示 聯邦檢察官已以攝昌命罪正式起訴總統拜登之子亨特拜登 在聯邦大陪審團的一份長四頁起訴書中 亨特被指控犯有三行重罪 涉及他2018年10月擁有一把柯爾特眼鏡石左倫手槍 其中兩項與亨特在買窗文件上說謊有關 第三項是他使用麻醉約品時持有手槍 理據聯邦司法部首次對閹音總統之子提出起訴 今年6月亨特拜登同意對兩項聯邦稅務刑事指控認罪 同時就一項涉窗指控與檢方達成審前轉處協議 根據該協議聯邦檢方同意在被告經過考驗期之後撤銷 然而在7月的應聚聽證會上錯報協議突然破裂 負責這件案的法官也拒絕接受雙方臨時達成的一項更有限的協議 9月15日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系統用汽車公司 福特汽車公司、克萊斯納姆公司、斯特蘭提斯旗下的三間工廠 同時發起了大罷工 開啟了數十年來美國工業工人Jer雄心勃勃的抗議行動 美國汽車製造業底得了三巨頭同時罷工 導致福特野馬仁、克普穆馬仁和舒弗蘭、霍羅拉多、皮卡等流行車應停產 汽車工會主席費恩稱 這是本工會由斯里首次同時對三大汽車製造商進行罷工 在舊合約到期之前不夠兩小時 費恩在Facebook直播上公布罷工計劃 意味著先前勞資雙方長達數星期的談判已失敗告終 第二次大罷工涉及12700名工人 波及福特汽車位於墨西根州維恩的組裝廠 同容汽車位於墨蘇里州溫茲維爾的組裝廠 以及斯特蘭提斯位於俄開俄州托萊多的吉普赤組裝廠 9月16日加州洛杉磯縣警察局一名警察執勤時遭到槍手襲擊聲望 據警方通報當日下午洛杉磯縣警察局的警員 瑞恩克林肯布魯麥在中旅谷市執勤時 在他駕駛的巡邏車裡突然遭到槍擊 透布中彈信職 事發時警員駕駛著警車停在中旅谷市警察局前的街角 一架黑色汽車才在警方後面減速暫停 幾秒後開到警車駕駛座一邊停下 然後加速離去 警車就在向前移動一兩英尺後停住 當日下午六點左右 有人發現警車內的瑞恩肯布魯麥受到槍傷昏迷不醒 他被緊急送到去蘭開斯特市醫療中心 但因為上世過重不幸心望 克林布魯麥今年只有30歲 在洛杉磯院警察局重景8年 至2018年7月起在中旅谷市執勤 於開前幾天剛剛訂婚 9月17日 Tesla公司執行蔣馬斯克在紐約會面 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 討論了Tesla在土耳其兼廠、人工智能、 航態合作、星年服務等議題 土耳其官方透露這次會 不是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附近的土耳其屋進行 現場的圖片顯示 馬斯克和亞爾多安會談的時候 愁上還抱著自己的小朋友 據報導 亞爾多安邀請馬斯克 向下一個Tesla工廠站在好爾其 他也邀請馬斯克和土耳其合作太空計劃 馬斯克就告訴亞爾多安 Tesla已經和土耳其的多個供應商合作 該國是他下一個工廠最重要的競爭者之一 馬斯克也說有興趣向土耳其政府申請他的網絡服務生鏈 是該國提供服務 亞爾多安對此表示有興趣 9月18日五名美國再押囚犯菲尼伊朗 交換了五名被關在美國的伊朗人卡達 在美伊之間下船促成了這個罕見的協議 除了釋放五名伊朗人 美國也解凍了伊朗被凍結在韓國的60億美元至今 一名致情人士告訴路透社 在雙方確認這60億美元已經轉入多下的賬戶之後 卡達才派出了一架飛機 將五個被釋放的美國公民和他們的兩名親屬 送出了德克蘭 據說這兩五個人都有雙重割席 他們經過多哈飛往美國 一位美國官員透露五名伊朗人當中有兩人是卡達幹落 另外三人選擇不回到伊朗 這次換籌是美伊兩國在卡達談判訴訟的結果 此舉消除了美伊之間一個重大的刺激因素 美國一直將德克蘭列為恐怖主義的支持者 伊朗就稱華盛頓是大撒旦或惡魔 9月19日公和黨控制的國會眾議院監督委員會宣布 他將會在9月28日就總統拜登家族的商業往來舉行聽證會 另一個是眾議院對拜登發起彈劾調查以來的首場聽證會 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 恆塔基州共和黨人方默說 我們將會有三個可信的證人 我們希望解釋坦克調查到底是什麼目的是什麼 其他證人包括金融法專家 和對外國代理人註冊程序最有了解的人士 以討論共和黨人收集到有關拜登家族商業往來的證據 該委員會的聲明說 監督委員會將會繼續追蹤證據和資金流向 以提供美國人要求政府提供的透明度和問責性 訪問說 共和黨人最快這星期就會傳換拜登之子 恆塔拜登和他的弟弟佔武士的銀行記錄 9月20日聯邦儲備委員會在為期兩天的 貨幣偵測例會結束後宣布 他決定維持聯邦基準利率不變 不過他同時今次在今年年底之前 他還可能會升息一次 考慮到美國通脹水準已經明顯下桿 聯邦儲備銀行會決定將聯邦基準利率 維持在5.25%至5.5%的目標區間 雖然這次沒有繼續升息 但這仍然是將近22年來的最高水平 儘管市場早就已經普遍預測聯邦儲備銀行會將暫停升息 但制定利率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未來的偵測走向 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從當日公布的文件來看 該委員會似乎傾向於採取較嚴格的貨幣偵測 在更長時間裏保持較高的利率水準 根據預測聯邦儲備銀行會今年可能再一次升息 2024年可能會降息兩次 令聯邦基準利率回落至5.1%左右 雖然將近22年可以降息兩次 1個月的貨幣偵測 得不足 2個月的貨幣偵測 4個月的貨幣偵測 2個月的貨幣偵測